一大早凌晨四点 慈激之功在家中开启手机 送读佛号 肺炎疫情无法聚众 但还好科技发达 近似近设透过网路视讯连线 让人人在家就能听经文法 在家里我可以很安然的坐下来 然后心会很定下来 玩脊椎受伤以后就不能骑车 骑车想要去联合处 去法乡也没有人猜 现在有这个在家共修 非常的方便 从3月29号起 以网路直播方式邀约全球民众 线上参加 包含每天的早课 志工早会 和每个月的拜金法会 这样的方式将持续到疫情结束 等于是临山华会遍布在全球 那持续人几乎都是法华行者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我们可以一起共修 然后祝导这样子一个 这一个机翼能够快点的消灭掉 精进文法 不分场地 不分距离 防疫期间 期盼借由宗教力量 让瘟疫早日平息 大家新闻 真山美之宫林素岳张扬川 花莲台东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